在巴黎区有个爱三星关怀协会 是由曾罹患过癌症的理事长林玛丽所设立的 因为她称自己是专业的医疗师 不但会修改衣服也会设计 因此每次都会透过义卖作品来筹募善款 这里是新北市爱三星关怀协会 墙面上挂满大大小小的感谢状 协会帮助过不少癌友以及弱势单位 每次捐出去的善款都靠义卖来筹募 我创办这个协会的主旨 我是在帮助癌症病友 就是用感恩的心 我自己曾经经经历一场中病 生病疗程过后 我就创办这个协会已经四年了 所以我用感恩的心在协助我们的病友 结合一群好朋友 大家一起做公益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病友 称自己是专业的医疗师 理事长不只会做衣服修改衣服 也很会设计 因此每次接获需要帮忙的个案 理事长就会设计专属个案的义卖品 你要募款真的不容易 如果说遇到有一些需要协助的对象 我会尽量设计一些物品 因为我是用我的专业 我在生病之前其实我是一位医疗师 就是修改衣服的医生 那我非常喜欢做这些小东西 我设计很多 还有这个包包 面纸包 还有领巾 从原本单纯从周遭朋友开始做起 现在也已经大约有300位的会员 无论台湾什么角落有需要帮助的人 协会就会前往了解关心 让爱传递到更多人的身上 季九省周林景于巴黎采访报导